第二十二章偷偷 天色渐暗 一旁的路灯还未亮起 显得段佳许的眸色更加的深沉 他定定的看着桑志 唇线稍稍敏直 看不太出情绪如何 也没有其他的举动 这样的安静 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桑志紧张又忧心忡忡地补一句 我爸妈都没打过我 段佳许似是而非道 我打你 桑志看他一眼 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 不是吗 段佳许笑 我说不是了吗 他的眼皮动了动 突然注意到桑志干净的校服上 有个格外显眼的痕迹 位置在领口旁边 很明显是被烟灰烫出来的 段佳许的目光一顿 以为是自己看错 缓缓凑近了些 桑志却以为他是真要教训他 紧抿着唇 神色忌惮 任命地把藏在身后的手摊平 窃窃放到他的面前 段佳许的喉结滚动了下 指着他的衣领 怎么弄的 桑志一正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 这才发现衣服上被烫出了个痕迹 他下意识用指腹蹭了蹭 没蹭掉 小孩 段佳许低声问 有人欺负你 桑志迟疑地点头 段佳许的脸色瞬间变得不太好看 下意识检查他身上有没有伤口 皱着眉说 怎么不告诉哥哥 我不想麻烦你 我哥也让我老实点 别给你惹麻烦 桑志温吞道 我没打算瞒着 回去会跟我爸爸妈妈说的 段佳许耐着性子问 有没有打你 桑志想了想 摇头就拍了拍我的脸 拿了我二十块钱 然后让我明天拿钱去给他们 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我朋友叫我去的 想起音真如 桑志的心情又变差了 音量随之小了些 他觉得害怕 就叫我一块去 段佳许的话里带了几丝荒唐 他怎么不告诉家长 因为那些人说 告诉家长就天天来我们学校找我们 他问什么 桑志答什么 所以他不敢告诉家长 文言 段佳许半蹲了下来 与他平视 而后突然冒出了剧 把手伸出来 他这明显不是要给他什么东西的样子 桑志狐疑地看他 没动 半晌后才伸出手 段佳许抬手 猝不及防地打了下他的掌心 力道轻轻地 反倒像是在跟他击掌 桑志立刻缩回手 你干嘛 段佳许懒懒道 打你 小孩 听好了 以后谁再骗你去不安全的地方 就算是再好的朋友 你也不能去 段佳许站直起来 揉了揉他的发顶 听到没有 桑志憋屈道 那你也不能打人 嗯 怎么不能打人 段佳许低笑了声 你要是不听话 桑志的神情警惕 他拉长尾音 语气带了几分玩味 哥哥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见时间不早了 两人也没继续待在原来的地方 这次胆子还挺大 段佳许扶着他的胳膊 慢慢走出这条巷子 被欺负也没哭鼻子 桑志无所谓 反正没弄疼我 你那朋友跑哪去了 不知道 段佳许 你这个年纪 大概也懂一些事情了 如果这个朋友对你不好 是坏朋友 以后你就不要跟他来往了 桑志默默点头 回去记得告诉你爸妈 段佳许说 以后遇到别的事情 也都不要瞒着 他们都会保护你的 知道了 见他似乎听进去了 段佳许也不再提这些 问道 你哥接你的时候 你俩怎么回家的 嘴里的打的两个字 还没说出来 桑志书的想起了什么 立刻把话咽回了肚子 改口道 坐公交 坐公交 段佳许挑眉 你这脚不怕被人不小心踩到 桑志知无道 不会 出了巷子 走向公交车的那条路 会经过南无大学的校门口 人流量明显多了起来 大概都是室外出吃晚饭的大学生 段佳许似乎没听进他的话 打算在路边拦辆出租车 很快 有个段佳许认识的男生踩单车路过 嬉皮笑脸的跟他打了个声招呼 学长好 段佳许呼的喊住他 林海 男生杀住车 啊 单车借我一下 晚点还你 行啊 林海很爽快地下了车 瞥见他旁边的桑志 好奇道 学长 这你妹呀 段佳许吻了声 小妹妹你好啊 林海朝他摆了摆手 边往校门口的方向跑 那学长我先走了呀 我女朋友在等我呢 去吧 段佳许漫不经心地拍了拍后座上的陈 侧头对桑志说 小孩 哥哥宰你回家 桑志没犹豫 往他的方向挪了一步 段佳许的唇角微弯 吊笑道 这么开心呢 还偷偷笑 桑志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唇角 根本没上扬 想反驳点什么的时候 段佳许已经骑上了单车 背着身子 含着笑意催促他 上来吧 不要脸 因为他的话 桑志觉得有些不自在 摸摸蹭蹭坐了上去 双手局促地抓在后座的两侧 等他坐端正了 段佳许两条腿还支着地 没有多余的动静 桑志提醒道 哥哥 我坐好了 文言 段佳许回过头 盯着他问 小孩 你手不见了 这什么话 桑志纳闷地把手抬起来 哪里不见了 那不知道扶着哥哥呀 段佳许抓住他的手腕 放在自己的腰际处 藏起来干什么呢 桑志的呼吸一致 手上的力道立刻松了松 改成抓住他的衣服 段佳许踩上脚踏 单车慢慢往前行驶 速度渐渐加快 夜晚的气温比白天凉了不少 风声也大 刮到耳边 呼啸的声音灌进耳朵里 拍打着骨膜 夜色弥漫 鼻息里扑来清甜的花香 夹杂着男人身上散发着的 近似橘子汽水的味道 像是带着蛊惑 让桑志有点分不清 耳边的那到底是风声 亦或者 其实是他心跳的声音 沉默了好一段路 桑志渐渐平复了心跳的速度 他觉得无聊 主动开口跟段佳许说话 哥哥 我哥去哪了 段佳许 好像是陪人去面试吧 啊 桑志想了想 是找工作的那个面试吗 嗯 我哥哥现在不是才大三吗 怎么就找工作了 实习 段佳许说 不影响课程的话 想什么时候实习都行 桑志呕了一声 盯着段佳许被风吹的发骨的黑色T恤 小声问 那哥哥 你不去实习吗 嗯 我这学期还有课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实习 下学期 或者等大四吧 就在学校附近找吗 不是 段佳许转了个弯 随口道 回家那边找 风被凉气渗透 拍在他的脸上 桑志愣了好一阵 心脏有点发空 乐乐的闻了一声 又问 哥哥 你以后不打算待在南无这边吗 闻 段佳许淡淡的笑 哥哥的回家呀 桑志 哦 过了一会儿 桑志又问 哥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嗯 你今天哪来那么多问题呀 但他似乎也没不耐烦 又慢条斯理的回到 看情况吧 没想好 怕惹到他不开心 桑志小心翼翼的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年前回吗 段佳许 不回 怎么过年也不回家 桑志有些纳闷 但他没敢再问 不知不觉到了桑志家楼下 段佳许杀了车 撇头看他 问道 自己能上去不 桑志点头 说了句谢谢哥哥 随后便一拐一拐的往大门的方向走 没走几步 段佳许叫住他 等惠儿 桑志停下脚步 回头 就见段佳许走到他面前 弯下了腰 旁边的路灯被茂盛的叶子遮住了大半的光 视野变得有些暗 桑志能感觉到 他似乎往他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 正想翻出来看的时候 段佳许抬手捏了捏他的脸 将他的注意力转移 而后又提醒了一遍 回去记得告诉你爸妈 哦 到家之后 恰好到了饭点 桑志在饭桌上跟父母提了这个事情 把两人吓了一跳 黎平立刻去联系了老师 桑荣则问着他一些细节 并温和安抚着他的情绪 让他不用害怕 桑志确实也不害怕 频频点头 吃完饭便回了房间 准备写作业 刚把作业翻出来 他突然想起刚刚在楼下的时候 下意识摸了摸口袋 好像一张纸 桑志拿了出来 一看 是一张二十块钱 看起来有些旧 四脚都是褶皱 很明显不是他的 但口袋里多了这一张钱 就仿佛他今天没有被勒索 没有被人抢了钱 像是坏事情都没有发生 像是在用这种方式 非常纯粹的安慰他 桑志盯着看了好一会儿 猛的跳到床上 把自己卷进被子里 感受着空气一点点被抽去的感觉 直到脸憋得通红 他才把头探了出来 盯着天花板 莫名其妙的就笑了出声 随后 桑志爬起来 把那张二十块钱摊平 压进自己的绘画板里 随后又从书包里拿出手机 找出段嘉许的号码 注意到他的号码所在地是一赫市 好像是另一个省的 桑志听过这个地方 但没去过 他思考了下 上网搜了一下南无道 这个城市的距离 坐飞机过去还得三个小时 好像有点远 桑志犹豫了下 又搜了下颐和市的大学 翻来覆去好一会儿 才烦躁的趴到桌子上 注意到旁边的星星纸 他随手抽了一张 坐直起来 心不在焉的网白色的一面写着字 我以后不跟音真如玩了 2009年11月5日 他快速的叠成一颗星星 丢入那个牛奶瓶里 然后 又抽出了一张 这次写字的速度减慢 落笔极为迟缓 两久后 那个记载了他生活的瓶子 又装进了他青春期里 最大的一个秘密 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 2009年11月5日 喜欢上了他哥哥的朋友 一个比他大七岁的男人 在他情窦初开的年龄 第二天放学 桑智照常在班里写作业 等着桑岩上来接他回家 这次却没像平常要等到五点 四点半一过 桑智就见到了桑岩的人影 还带了他的两个摄友过来 一个是段嘉许 另一个是陈俊文 像是来接他 凑足一桌人去打麻将一样 桑智快速收拾着东西 凑到桑岩边上 用余光偷偷看着段嘉许 很快就收回视线 小声问着 哥哥 你今天怎么还带别人一块来了 桑岩撇他 昨天勒索你的那些人 不是叫你今天过去 桑智点头 怎么了 带路 想到昨天那三个女生 又看了看面前三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桑智有些无言以对 别去了吧 小鬼 桑岩用力扯他的脸 在老子这 就没试过被欺负上门还忍着的事儿 懂 陈俊文在旁边附和 就是就是 段嘉许只是笑 桑智瞅了他们三个一眼 哦 桑智默默的带着他们走到那条巷子的门口 桑岩 小鬼 那些人长什么样 你别进去了 桑智 桑个女生 桑岩顿了下 女的 文 那个老大比我高半个头 头发是酒红色的 桑智想了想 脸长得像个调色盘 陈俊文的气焰消了大半 女的 女的就有点影响我发挥了 桑岩冷笑 管他男的女的 像是一下子失去了挑战性 陈俊文觉得三个大男人进去找三个女生的麻烦有些丢人 桑岩干脆让陈俊文待在这看着桑智 而后跟段嘉许一块进了巷子 脏乱差的巷子 弥漫着下水道的味道 中段挂着一个污渍斑斑的牌子 写着网吧两字 也许是听到了动静 没多久 有三个女生从里头走了出来 段嘉许从口袋里翻出包烟 抽出一根 点燃 神情散漫 她把烟含在嘴里 半眯着眼 从淡淡缭绕的烟雾中 看清了站在最前面的女生的模样 跟桑智嘴里的形容一一对上 比她高半个头 酒红色头发 调色盘脸 也许是见到来的人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女生失望的摆了摆手 却是因为来人长得好看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随后是以另外两个女生跟她一块回去里面 桑眼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 喊住他们 语气微凉 同学 红头发女生停下脚步 回头 纳闷道 你喊我 没等桑眼开口 另一侧 段嘉许倒是主动出声 听说 她的一双桃花眼弯起来 笑得温柔又暧昧 你叫我家小孩给你钱花呀